本台报道 近日霍氏集团总裁霍石玉 将与桑氏制药大小姐桑晴晴联姻 此次联姻将极大的改变制药业的格局 不行 我不嫁 我们和霍氏集团都是有分约的 不是你说不嫁就不嫁的 再说了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霍氏 那是以前 之前的霍氏玉 她可是支手遮天的霍氏继承人 但是现在她瞎了 那就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 你现在让我嫁回去 又不就是必要去死吗 是啊 先不说我们培养情境这么多年 耗费了多少心血 就现在 她现在都是霍端燕的女朋友 再嫁给她哥哥 算怎么回事啊就是 霍家已经下话了你 你让我怎么办 我回来了 姐 啊 爸 不如让姐姐替我嫁吧 反正霍家的婚书上 说的只要我们桑家的女儿 姐姐也是桑家的人啊 她替我嫁过 就算霍家到时候发现了 她也说不了什么 对 方前我又不会照顾人 到时候我嫁到了霍家 如果得罪了霍家人 年龄的还是我们桑家呀 但是姐姐就不一样了 姐姐在乡下照顾她外婆照顾了十几年 她肯定会受任的 是啊 也只能这样 老爷 你就替你妹妹 下午喝食欲吗 让我嫁凭什么 你妹妹将来是要嫁给霍端燕当总裁夫人的 你又能为我们桑家 创造什么价值 可是卧石瑜他你要是不嫁 你外婆的医疗费 我们桑家一分年都不出 我知道了 郭时玉 终于能记到你了 为什么要是要家姿 我给你 lunch 审愕的 稍微在里面等 一得 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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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了 夜 前面有个喷雌的我们让我去好 哎 慢走 算你结人年纪好 做到学院 嗯 或是玉 這次換我來保護你 出來 吃了這麼多 一定吃了很多苦 不過沒關係 我來了之後 絕對不會再讓你受到半點傷害 再敢往前一步 腿給打斷 你受傷了 不需要你關心 我是你妻子 我不關心你誰關心你啊 妻子 用錢買來的妻子 貨家給你多少錢 我給你三倍 這不是錢的問題 我是是什麼 當然是來包恩的 可是我現在頂著桑琴琴的身份 我不能這麼說 拿錢辦事 我說的錢 你縫了 我們要紙 就得對聯合 對 然後給我趕出去 哭哭 你冷靜一點啊 我走就是了 我才不走 我廢了好大功夫才見到 莫先生外面下雨了 你 brush me 看起來你這母子前白禍了 е反上都忍不了 哎 嗯 好難過好酥酥 他沒走 還挺能忍 起來 霍先生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能借我件衣服穿嗎 不 我不管你為什麼 喪行徑 誰要你怕我東西了 我來找晴晴 你來幹什麼 我來找晴晴 他不在嗎 你找他 大哥 你怕是忘了吧 你們結婚之前 他是我女兒 啊 我沒別的意思大哥 我就是來看一看 情境呢在霍家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帮忙 你是说帮你这个大哥 照顾你大嫂吗 大哥 你误会了 既然姐姐已经嫁给你了 我这个做弟弟的 一定会把他当做大嫂看待 而且大嫂呢 温柔漂亮 而且啊很会刺恨人 尤其 是在床上的时候 啊没有别的意思 我呢是由衷的希望大嫂能照顾好你 千万不要因为我 影响了你们的夫妻感情 说完了吗 说完就困 哼 这地方挺好看的 莫先生 你怎么了 你也是来欣赏我 顶着我妻子的名分 在我眼皮子底下 跟霍作业偷情 是不是很刺激啊 莫先生 你误会我了 嗯 松青青 再我没想弄死你这钱 赶紧给我管 放车 我不会走的 我死也不会走 好 那我成全你 格雷 啊啊 你冷静一点 我要是死了 你这一辈子都没成客气的迷伤 我求之不得 我相信你不会动手的 我 四 三 二 桑青青 你 肺 凯雷 走 还好好气质 如果 要怎么做 才能让他接受我呢 都中午了 也不知道霍氏鱼的饭是怎么吃的 什么声音 霍氏鱼不会出事了吧 他干什么 不关女士 你要受不了你就滚 食物都是没了 他天天就吃这些东西吗 人不吃出病才怪 不吃出病才怪 有我在 谁不可能让他吃馊饭馊菜 风雨受不了了 要跑啊 需要我去盯着他吗 不用了 是 对了少爷 周隐的人刚刚来过 您的药又被换了 我知道了 上次男医生说过 您服用了太多抑制性药物 再这样下去 眼睛真的再也无法覆名 棋已经下出去了 我到分出胜负那一刻 我不会受盼 可是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好像是在做饭 还挺香的 你先去忙你的吧 是 霍先生 你来了 快快吃饭吧 你还不走 我说过 我死也不会走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 早日复明 重新成为以前那个 意气风发的 霍家掌权人 这算吗 霍家掌权人 你咋要走在坟里 野心不小啊 怎么把我的话取写成这样 算了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把肚子填饱 快 来尝尝我的手艺 我不睡 为什么 我怕你下毒 我爱你 去 这样可以了吧 桑琴姐你你又看不见 我只好用这种方法试评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还可以再来一次 不用了 那现在可以吃饭了吗 霍先生 来吃个虾 煮一下蛋白质 我还可以吃饭 桑琴姐 你千方百计逃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是说桑琴姐拒绝 我邀请她来田园用餐 是 不仅如此 她还问我 要了一大堆屎菜 你还不得了埋怨 这个小姐提醒 这是教主不承识发警 她既然选择 跟获氏队站在一起 那就让他们一起去辞 哥 这桑琴姐之前 不是你女朋友吗 这么快就已经别恋了 老爷子让桑琴姐嫁给祸事一时 我就觉得心里不安 段燕 你爷爷是不是还没有放弃你大哥 没放弃又 他一个瞎子这辈子都是瞎子 他一个残废 拿什么口 二哥口中这个残废 可是娶了金城第一名媛啊 哎我听他们说能娶桑琴姐的人 肯定是全是最顶端的那个 你爷爷这么做 会不会一有所指 别瞎说 我出去呢 哎我听他们说能娶桑琴姐的人 肯定是全是最顶端的那个 顶级全是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人就一定熟 怎么回事 电话不接信息也不会 怎么这么眼熟呢 哎 新来的 她是我妹家的大寿奶奶啊 她怎么会是桑琴姐呢 喂 段燕 是我 桑琴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我们老地方见 饭做好了快去吃吧 炒死了我不吃 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想 像我上次那样喂你吃 对不对 你跟女孩子在家 怎么说话这么不要脸 喂 我是你老婆 老婆跟老公亲戚有什么不要脸 外里先说 好了快去吃饭了 下肚凉了 你老婆 霍先生 屋子漏雨了 我是虾了 我是龙的 你被子都湿了 那要怎样 怎样 你这样盖之后生病的 快起来了 再大的雨 你这么睡不来了 胃还没死我 你家里有没有帐篷 有啊怎么 好了 你睡里面我是外面 这样你就留不到你 柯先生晚安 这么大个人了 被子都该跑 要睡觉吧 要睡觉吧 你们桑家真的是大胆 既然找了一个假的小姐 就不怕东窗事发 你们大难名头 货家只是说要我们桑家的小姐 又没有说具体的名字 所以他也是我们桑家正文发展的小姐 只不过啊 一直被养在桑架而已 他嫁过去也没有错 你觉得 货家是这么好护弄的 所以我才来找你的呀 现在你才是货家真正的继承 有你在 谁敢为难我们桑家呢 既然你知道 我是货家的第一继承认 那我又有什么理由 去找桑家的麻烦 就凭你 京城 第一名元 就凭我能拿到 你想要 哦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一直没动霍氏玉 是因为忌惮着他手里最新研发的芯片 一旦霍氏玉死了 芯片毁掉 所以你一直隐忍着他 没有把他置于死地对不对 叔啊 你怎么知道这些 作为京城的第一名元 没点本事和手段 又怎么能配得上这个什么 啊 叔啊 那你想要什么 等你彻底掌握了过时期段 我要你总在夫人的位置 可记得不行 吃得下了 吃不吃得下了 你试试就知道 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回家一趟哦 没人拦你 你就不怕回去了 就再也不回来了 那正好 今天回来的时候会入过海鲜市场 晚上给你们做一种海鲜大餐 走了 还海鲜大餐 他会吗 他会 桑甲还会花精力培养女儿做烹饪 仔细一下 这个桑小姐跟传闻中的一点都不一样 还会做饭 还会打野外生存的账户 连要除草的除草和规模的恐怖生物 将军 你是跟着他 啊 你说的没错 他确实跟传闻有他一样 或许 他刚刚已经是桑甲甲甲 是你 你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 你不认识我了 齐峰 你怎么在这儿 你想说我负你这种特色 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我当初在大学那么多女生追求我 喜欢我 我都没有答应 我放下身段去追求你 你看都不再看我一眼 当初你要是肯做我女朋友 把生理稿交给朋友 我们家就不会破产 我也不会轮落到在这扫大街 你追我 只是为了借男女朋友的名 光明正大的用我的设计稿 应该比赛 我拒绝你就是我的所谓 你还要不要 不要你 从我在这扫大街的那一刻 我已经没有你了 不让我好过 那你也别好过 那你也别好过 大哥你别过来我害怕 我走就你了 好了 这 哪个人 我不会帮你偷东西的 姐姐 你先别着急嘛 我话还没说完呢 桑欣欣 我替你嫁给博世瑜 已经算人质易经了 就算你用外婆医药费威胁你 我也不可能忘没人信片 大不了 我把一切告诉伙计 同位预计 是吗 那我希望你看完这条视频 外婆 外婆 桑欣啊 我劝你要是实相里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如果我说不能 那我就不能保证 那个死老太婆 他会不会突然突破心脏又死掉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 等拿到芯片之后 要过十六神不知 我可以把你偷芯片 但是杀人 我做不到 行了 我就不为难你了 等拿到芯片之后 其他的再说 等等 不用了 什么不用了 你替我嫁给霍家的事 到此结束 现在 我该和霍家 我发电话 霍十一卷藏的这么深 他绝对藏有后手 并没有像表现的 他曾助手做钱 况且他现在又跟pick而招伍 不够密 那他这样子 霍端雁更知道 他能否抒 我们芯片这个世界还是得出去 心到哪能放在同一样的东西 你确定那个人是桑琴琴的同学 我亲耳听到他这么说的 这就奇怪了 桑家规矩刻板 桑琴琴从小念的是女校 哪来的异性同学 桑小姐身份有问题 就从那个叫奇风男人主场调查 是 什么坏地方 你迟到了 啊路上堵车了所以来晚一点 你声音早了 糟糕 他不会听出来了吧 我前两天感冒了 所以想进去老公 天色不早吧 咱们早点进房间休息 你到底是谁 我要小姐姐 你能走我 你能走啊 你不说是吧 那就别走 为什么意思 没人告诉你 我在院子里不留活人 住手 给你一分钟 不解释清楚 都别走了 他说我点三叶脑子不太好 知道我在这货 在当少奶奶一时忌妒 我在里头跑出来 想利用你看不见 你闹着我的身份 最好做不好的 当时正不应该新闻 把你接回 回头我就去跟爸妈说 让你揍个人什么地方 看在他是病人的份上 我能不能别跟他计较 啊 都很好玩是吧 不关他们谁也丧情情 今晚来了 都别走 行 那你杀死我吧 反正我死 我再还会再给你娶个少奶奶 就是不知道 还有没有人能像我一样 给你做饭 帮你收拾屋子 真正关心你 你逃死吗 老公你管 我是你老婆 我不管谁管 除非你把我杀了 死人才不会吧 你真当我不敢杀你 是吧 我的命 就掌握在你手里 你想什么时候乃走 就什么时候乃走 我绝不反抗 我这条命 本来就是能救的 当初要不是你 我早死 问 什么事本 你敢打我 他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不远的逼真一点 他真的会杀了你跟我 我当时没看出来呀 你还挺会胡人的 他或是欲哄的 听你的话的可吗 我只是稍微摸清楚了点他的脾气 像这样的事情 每天都会发生的两三百 习惯 每天 你不就是因为猜到了 我发生这样的事情 才让我替你嫁给他 那是因为不知道他是 总之 是让你替他 那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变动或是吗 刚才你也看到了 他虽然虾 但直觉 却比一般人敏锐 现在换回 肯定会拢算 还是说 你真想死在他手里 没想到 你还挺想躲在这儿的 第一 如果提交曝光 莫世宇不会放过我 更不会放过你 他可是个疯子 如果被他知道这么想 你觉得 他还怎么做 第二 我外婆还在你手里 你想拉着我一起去死 可以 先把我外婆放 陪你去死 那你最好弄别的心 或者我一定会杀死你 就先这样 得问消息吧 莫世宇 莫世宇 你说什么 莫世宇他是装的 还跟KKR集团的秘书 私下往来多次 这 妈 小声一点 这是我只给你一个人说了 晴晴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 早知道 这不应该让桑义的小剑梯子提架 能跟KKR集团大胜关系 那是多少个货端院都比不了的 晴晴 现在咱们知道还不晚 咱们把身份获回来 不行的嘛 我都试过了 那个莫世宇 他实在是太迷人了 今天要不是桑义吻住他 我恐怕今天就回不来了 那怎么办呀 哎 既然已经身份换了 那不如贯彻到底 直接我以桑义的名义让他娶我 反正我果知是一个名字 这 这霍世宇他能同意吗 同意 我不管他同意 以我京城第一名媛的美 只要他是个男子 管他瞎子还是龙子 他根本就逃不过我的诱惑 霍世宇 一定会成为我的悬下之辰的 怎么这么多伤啊 我不在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 狗主人喜欢当哑巴 咱们的狗都是挺爱叫的 该死的小书长 你看我怎么叫的 哎蒸蒸你不是说他眼睛瞎了吗 他他真的是个瞎子 哈哈哈 我就不在这瞎子吧 哎呦 送我们来比赛吧 谁砸中他的技术最少 今晚呢 他只吃饭 往后 耶 啊 玩游戏 他们竟然把上人说成玩游戏 太过分了 你是不是很疼啊 被砸也不是你 你哭什么呀 我心疼你啊 我明天就去哭十个保镖 开始来欺负 不需要 没有格雷 要是格雷有用的话 现在就不至于在这里给你上药 那我就多要请教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预养狗啊 狗 你人中心 他失眠之后 一定遭遇了很多病人背叛的事情 所以还行 行 路找保镖 以后我保护你 你 我说真的获史玉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我说到就到 好 那我到这 你耗什么呀 哦 没什么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那是我姐不是我们呀 光听声音就可以吗 他身上有股骚味 他进毛就闻得到的 那我呢 我身上是什么味道 狗腿味 怎么可能啊你肯定是门错了 你这难看你怎么玩 对 你我行 对 不 对 你 好 ось 我 丁哥前小区第二题分 这点就说这 现在那个提供 丧小爷的身份一定有问题 您说他背后那个人 会不会就是二少爷和夫人 姜云作为 kkr 集团的秘书 在媒体面前 录了不止一次 那对母子还没有那个胆量 跟 kkr 作对 不过 他们背后那个插手的话 总得当别论了 您指的是 这些年用你法字 也没能引出来那个人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算快打成长了 那照这样说 三小姐的身份 肯定有问题 那把他留在身边 岂不是更危险 不危险 怎么隐身 好 我懂了 您是将继绣记 故意留下三小姐 丧清醒 你别让我失望啊 帮我查个人 老大 我加入组织前 虽然说过会组织鞠躬进却死而后矣 可你也不能把我当机器人用吧 生产队的驴都没我活多啊 别废话 这个月奖金三倍 好的老大 老大你要查谁 视频给你发过去了 帮我查一下救我的那个 我总觉得 桑琴琴突然换回来 跟这个事情脱不了干系 就你 你还需要别人救 你敢说你打不过拿刀的男的 我现在的身份是桑琴琴 她可是个弱女子 我出手 我就暴露了 老大 你要查的人是不是叫姜琳 姜琳 她是KKR集团现任秘书 她曾代表KKR集团掌权人 接受过不少公开采访 KKR集团现任秘书 我太想信心了 那她为什么要跟踪 她人呢在哪 我正要跟你说 她下午的时候出了车祸 现在人在医院 你去查清楚这个事情 另外 把你手头上 搜集到有关女生交交场的消息 放你多出去 不是说等全部收集完 将桑嘉一击毙命的吗 给她找点事情做 免得隔三差五找我麻烦 对了 有没有无外婆的消息 还没有 三家作为制药企业 认识的医院太多了 只能一点点排查 要尽快 我怕时间太紧 喝出衣 清清 你真的要去找霍食欲 那当然了 我先赶走桑亿 霍食欲 是在迷他 你马上回一趟桑家 你又想干嘛 让你回去回 废什么话 谁 是我 晴晴的姐姐 晴晴不在家吗 哦 那个精神病人啊 那是晴晴瞎说的 我不仅不是病人啊 而且我要比他长得更漂亮 更加好 我们家里人都更加的喜欢我 是吗 你虽然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摸啊 你摸了就知道 我要比他好一万 你若是娶了我 有了我们三家 你就不用再出这种乱点 而且啊 让你重新做回掌权 娶你 那可是重婚罪啊 你和我妹妹本来就是联姻 没什么断情的 离了这桑 原来 桑家对你的教养 就是教你在光天化日之下 勾引自己的妹夫 那我还挺静静 我夫人回不到他们喜欢 那软的不行 我就只能来硬的 哟 你要怎么来硬的啊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家 我不回来去吗 你把我宽回去 好一个人过来色由我老公 我催你啊 不要白费心机 获世玉对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都嫁过来这么久 他一次都没碰过 我看他不是对女人没兴趣 而是对你没兴趣 毕竟他刚刚还摸了我 那师父是要对你自己反省人吗 获世玉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只是 连你这么不要理我 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 还骂我 我懒得跟你废话 你想要明正延续的点替我 恐怕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硬 只会适得其反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要看清楚自己的身份 早点把芯片拿到身上 喂 你刚刚摸他了 他这么跟你说了 你信了 谁知道你摸没摸 算了 他没对你做什么吧 他能对我做什么呀 他能对我做什么呀 能做的可多了 你又看不见 他想占你便宜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他说他比你漂亮 身材比你好 就算被他占便宜了 我也不吃亏吧 他比我漂亮身材比我好 你摸摸哪比我漂亮了 身材比我好 身材哪比我好了 什么 你比就好 什么 桑琴琴这个女人真能折腾 一颗不留神就让他钻了空子 不行 我得再催催阿宝 阿宝 桑桑那边进展得快一些 完了 姐姐 完了 怎么了 姐姐 咱们桑家 这次肯定是要完了 妈 放手呢 是咱们家药厂 有一批 有一批药品 没有进过沈匹就流入了市场 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是谁走漏的 现在你爸正为了这件事 忙得焦头烂额 我听他说 这次警方给我介入了 这怎么办呀 这怎么办呀 啊 姐姐 现在 现在能救我们的只有霍家了 你去求求霍端燕 还在和你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求求他 让他帮帮我们增加吧 霍端燕对我根本就没有感情 我们之间只有利益关系 他都会管我 你今天说句话呀 有人提报 伤势药厂涉嫌贩卖假药仿制药 已造成严重医疗 和我们走一趟 你姐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也弄错 我们自己换的 尽量跟我们走一趟 好 姐姐姐 姐姐姐姐怎么不爱啊姐姐 怎么不想做我 少爷少夫人 夫人在前厅等你们用餐 好 我们一会就过去 要去你自己去 你不去 去嘛 我保证这一趟 绝对不会让你去吧 我不去 哦 我知道了 你不想去是因为 想让我像上次那样喂你对不对 桑清清 你是不是不知道害臊怎么写 哎去嘛 你就相信我这次好不好 她那么坚持让我去前厅 难道是那对不对 就这一次 嗯 走 慢点 都是自家人 不要记住 想吃什么呢 就吃什么 哈哈哈 知道大哥喜欢吃海鲜 妈今天特意做了炖海鲜宴 连我们都跟着张光 想炖口服呢 大哥 怎么不动筷子呀 是 不喜欢吗 瞧我这口子 忘了 大哥呢 是一个吃饭 这什么虾呀 这蟹呀 这蟹呀的 可是他硬不好剥 都是吃的 身上 脸上都是的 大哥这心里呀 肯定很难接受了 桑清清 这就是你的目睹 明知道我眼睛失明行动受限 根本吃不了海鲜 还硬仰带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羞辱我 老公张嘴 来 二少爷可能误会了 迟玉只是习惯了我照顾 再等我包好胃坦呢 二少爷 怎么不动筷子啊 难道眼神一个好使用 要不要我在管家 帮你包两只尝尝 得益什么呀 说好听点是霍家少奶奶 其实就是我霍家花钱 买了伺候瞎子的保姆 你们俩一个瞎 真是天生一对 啊 說起伺候啊 我可比不上三小姐 不過話說回來了 三小姐滿18周歲了嗎 那個酒吧老闆這麼做 算不算 不可能會什麼 你胡說什麼的 說 是我看錯了嗎 要不這樣莫夫你跟我看一下 是不是你這個人是不是 小小姐 哎哎我幫你這 以後再找你算證 我看呢 只不過是正常的男女朋友約會吧 要是把這個視頻傳出去 恐怕影響的 不僅僅是真正的名聲 為了整個貨家著想 還是把視頻刪了 曾經啊 你說呢 聚眾宣宜 教宿同學販賣維靜藥品 這可不只是個人作風問題了 胡夫人 我覺得我作為嫂子 不能坐視不管 看著小姑子在其路上越走越遠 我覺得這個事情吧 還是交給棄查處理比較好 快敢 老公 這胆小 你笑了 這樣我呢 讓蒸蒸在家休學一段時間 在家接受批評接受教育 這個事兒 我希望不要鬧得太大了 也希望你能給我一個面子 把視頻刪了 二少爺的面子 不好意思啊 我還以為二少爺不要面子的 只要你把視頻刪了 條件隨你開 真的嗎 那幫我們換個院子吧 要朝陽四面通風 不落雨的那種院子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這女人在搞什麼呢 難不成真的愛上了霍氏玉 好了 我們也該走了 回去收拾收拾 還家 站住 明天呢是霍氏芯片發布會 我希望您的 大哥 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科研部研發的芯片 就差最後一 如果沒有你的鴻魔全線 整個科研組三年的心血 將就止步於此了 我會去 那我就代表整個科研部 謝謝大哥 科研部所親自組建的 公司 是一手創謊 你借我幹什麼 你個奇怪 你個瞎子這輩子 你不想回到機 等我拿下去 看你還怎麼想站 想問什麼就問吧 你為什麼要答應他呀 因為我都看出來他別有巨星了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過電說的沒錯 我不能因為我自己 而投入整個團隊 可萬一 明天想約會怎麼辦 你不說 你會保護我嗎 你信我 信 你今天帶我去全廳 就是為了給我出氣啊 對呀對呀 怎麼樣 我說過的不會讓你失望的 有沒有感覺特別痛苦 您哪兒來的視頻啊 您哪兒來的視頻啊 爹啊 不醉不醉 敢欺負我的人 今天就讓這群小毛孩兒知道 姜哈是老名啊 我去貨珍學校蹲他了 整整一天呢 我腳都快蹲麻了 我算是給你報仇了吧 你打算怎麼笑啊 你 你 你在什麼 你想什麼呀 嗯嗯 先記著吧 我做這麼多 都不誇過我 我沒誇過 我不會 沒關係那算了吧 哎那 你教我 哎呀教什麼教嗎 我沒關係的 你用講的一代替也行啊 不用 啊 兄弟 爹 你真的要入訪ах部會嗎 置疗眼睛的腸藥 馬上到那張身影結局了 再等一下啊 等不了 請把藥給我拿 現在服用 那萬一要是有什麼好意症 這是我失眠後 那兑母子 第一次对不出手 立即抓住这次机会 查出背后内人的线索 这么多年过去了 老爷的死 一直是少爷的心 估计只有到真相水的石出那天 他才能真正放弃 那我明天再发挥会现场 多不知些人手 不用了 桑青的说 他会保护我的 少夫人 他能信吗 他能信吗 他可以 对了 夫人的姐姐的桑易 托人来传话说想鉴定 桑家因为违规制药 已经被体验成功了 通计事与这事先找你 需要我把人打发作 不用了 桑家这次不仅是被人整了 有点意思 去查一下那的人是谁 是 你找我什么事啊 那我给你 凭什么觉得 我能够处理 我叫我KPM 你能够处理 或是 有什么东西 危险 只要你帮我们桑家 做过这么难 我去帮你保守 你这么直接威胁我 不怕我跟你斗我一次网破啊 这一会儿是什么 我们桑家的事情 但是 就是预论带的形式 我觉得扩索 就是因为这一样形式 这些我会帮你处理好 这段时间 还好你的手 看来他只是查到 我跟将领交往逆迁 并不知道我真实身份 那我就可以 这是一条 终于可以搬新家 少姑人 二少爷请您去一趟钱厅 他要找我干什么 您 过去 不是 不是 他忙着呢 二少爷让我跟您说 他知道 您跟商家的秘密 因果不想地 ihm曝光的话 是过去的 我知道 我來吧 二少爺有什麼話直說吧 時律還等著我回去 你還真把自己當後少夫人 我既然嫁不來了 自然是要做好分裂的事情 我聽前景說了 讓你幫他搞芯片的事情 我看你也沒有那麼的上心呀 怎麼 嫁給我大哥 是任何所得 前景不知道 你覺得他還會留你在身邊嗎 放心 我呢不僅不會跟他說還會幫助 讓你們雙宿雙飛 不過 把這個 在明天發布會之前 嚇到他的飯裡讓他吃下 這是什麼 放心 不過這套的生命有認同的 多的生命和危險 只是 事實上 等起來了 這些事也就塵埃落地的 到時候 就可以成東的再獲家引退 而你 也可以達成你自己 我不能這麼做 你沒有選擇 如果你不想让你们丧家 替价的事报告 就按照我说你去做 可是我跟你说了 我绝对会保证我大哥的问题 到时候让你们说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好了回去睡一下吧 大哥 我也得好好 这一件好渴 看我怎么收拾 垃圾都是我玩剩下 哈喽 你在等我吗 没有 那你站在这干嘛 我喜欢我爱站 不行 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你去哪了 还是别告诉他 霍队愿意叫我过去的事情 只剩得太多想 那个我刚刚吃了饭胃不太舒服 出去走走 蹭蹭神 先进去吧 爹 少夫人被霍队愿意带去潜艇了 需要我去跟着吗 不用了 您就这么信任少夫人 那万一他想害你怎么办 他在我身边这些天 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掉我 如果他是霍队愿意那边的人 不用等这么久 希望桑小姐 不要辜负你对他的心 他撒谎了 他在隐瞒什么 你怎么先来了 哦 我来找影机 那既然你在 你帮我找吧 我先出去了 还好走开不去 哎 等一下 我这背后拉铃拉的上 你帮我拉一下 摸到了吗 手往上就行了 摸着了吗 谢谢啊 好 哎等等 你管车没拿啊 哦哦 对啊 我管账 哎呀管账在哪呢 你叫账 啊好了 谢谢啊 啊他不会我害羞了吧 一会到了发布会现场 别人给你什么你都不要做 嗯 听到没有 怎么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你今天会被人撒药 梦到很相反的 我不管 反正你今天必须听我的 除非下药那个人是你 否则 我才不会中招 这么说 你已经开始信任我了 吃饭 今天怎么来这么快 看到了鱼记 今天不是货家的新品花不贵 他们来测什么热闹 你不知道 今天货总获食欲也会来 他可是 市民后第一次在媒体面前露面 大家都想独占新闻 快看人来了 货总 传闻说 您眼睛 确底是没有痊愈的可能了 这位记者朋友 请问你知道 我老公是在哪家医院就医吗 他的主治医生是谁 你知道 是他的主治医生亲口对你说 我老公的眼睛 没有痊愈的可能吗 没有 没有 所以你们新闻工作者都是这样 捕风桌影听了一耳朵淋语 都晚了去进一步行证 就直接跑过来泼脏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认为 这个采访 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整个我们说白 你们给写成黑 那我们到时候去你们教育 发布会马上开始了 请各位一起让一让 快 快 哎 我有一个惊天大量 你想不想要 要 跟我来 这个思念要是假的 不要姐不是开玩笑的吧 我亲耳听到我哥这么说的 这还能有假 不要姐有证据吗 证据 还有什么证据啊 我还能骗你不成 我有证据 你要吗 真的 怎么是你 真巧 不会的 喂老大 我刚看到霍三小姐 拉着一个记者隔给随随的走了 记者 我们要不要 你去看看 哎你干什么 哎哎你怎么动 哎 哎 你給我吃的什麼呀 毒藥啊 就是那種如果你亂說話的話 就會蹊跷流血的毒藥 你 今天的事情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你懂了嗎 不可能 你怎麼敢給我吃毒藥的 那你要不要試試 我要回去告訴我哥告訴我媽 哎呀 這麼快就忘記我剛剛說什麼 原來這緊啊 我沒有不要 哎別別別我誰都不說 誰都不告訴我不行嗎 那就麻煩小姑子 守好我們之間 你去哪 我去了一趟洗手間怎麼了 沒事 我想告訴你 你們一下經過家之前 我就聽說過你 有什麼問題嗎 他們說 桑財千金是經常第一應援 是收打理性格文版 是萬里挑一的賤內助 壞了壞了我人是崩了 他不會懷疑我根本不是桑欣星了吧 確實 沒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在誇我 你是不是在看我 他的眼睛 好漂亮 沒想到 後面我看到我第一個人 會是他 尊敬的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們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新品發布會 接下來是今天發布會的 這些都是你還在公司的時候 設立的項目吧 現在都被霍奪眼睛的屁股 還灌了他的名字 真是不要人 而今天 我們將一睹 STEP芯片的風采 下面有請科研人員的上場 SET新鮮 只能是我的 致我 他主要是我的 我 你這個 你做我的 你要做我的 你做我的 我他就有 我給你做 我負責你了 我去做我的 我去做我的 昨天 你們 сами 不要笑了 笑了 阿宝 準備開包 人家都不知道到位了 找孤單人一動手 一個長子的行蹤 這一次 估計就能摸到 或是母女背後那個神秘人了 哎對了 看少夫人了嗎 少夫人剛好出櫃場 需要我找你聽著嗎 不用了 他不猜也好 按計劃清醒了 我扶你很棒啊謝謝老師 大少爺已經進九八九端了 我又知道這個女人很不信心 我做了兩首的詩詳訊表達 包子楊少爺 已經提前準備了 保證五分鐘內讓獲食於睡 你死了一夜 絕對不會出關鍵插座 很好 或是 等我用他的鴻膜全線 拿到鴻膜 到時候公司就是我的了 他一個殘廢拿什麼 跟我們講 哈哈哈哈哈哈 時間差不多了 該去看看中國了 怎麼會是嗎 怎麼會是嗎 怎麼又讓你餵了呢 我说了下药 但是我没说下个神 不断业好好享受自己冲下的恶果 海典住民香薰自己做的恶果自己吃恶果去 就这 在 在 我在想想想想要不吃饭 老吴 我这边好 您那边呢 ok 剩下的就是改建功路项目 哎你怎么来了 这记得出什么插错吗 你的眼睛 一说大家要几少过 出什么事了 二十二夜被人打不戴酒 照美方的人吗 自然查不清楚 不过我们发现 门牌被人租过手脚 连监控都没藏来过 监控能修复吗 这一块也要三点 行 太晚了 带早过多元样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 错过了今天 暂时有钱能想想知道吗 哦对了 我知道一个团队 是出了名的暗网组织 我们可以找他们去试试 行 跟您一起去 好 哎你电脑不动 酒店系统最快 有二十块段才能贵费 趁现在 来你坐 说什么 后室又失踪了 我不是要你一定要保持 他的安全吗 你就是上我厕所 行了 把金控发我我来找人 呃那个 系统被黑了 除了我们改过的画面 其他都是一片黑 发给我我来修复 直到我肩膀 你怎么知道 你能看见了 我明明没有说话 你怎么知道是我 呃 我闻到味儿了 什么味道 狗腿味 你这个人 你闻闻闻哪有狗腿味 你闻闻 你不是应该在会场吗 你不是去买药吗 我我刚买外药回来 我迷路了 呃 我会场太闷了 我出来吐吐气 算了 现在不是问这些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 呃 有用去拿个东西 哦 慢点 嗯 啊啊 别动 我怎么听着声音最近 你绑的时候看清楚了吗 太着急 啊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啊 二少爷 罢了 罢了我他妈错了啊 你敢骗我二少爷 是您说让我们见人就罢 别的机会闭嘴 给我接吧给老大就接了呀 他妈不对劲啊 这事就蹊跷呀 那九八九能绑天军倒了呢 我叫 哎会不会是霍叔姨早上我们机会 就你说 我还不知道 回回场 要回回场 快快快让头 我看开 谁来搞回 我没有看到你说的那个东西啊 哦 我把它放这儿了 这里面就是芯片最后需要的数据吗 哦 是的 这么重要的东西 下次别再乱放了 啊 我知道了 你怎么在这儿 没走啊 我一直在这儿啊 还是你觉得我能去哪儿啊 难道不是他搞的鬼 二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 没走啊 我一直在这儿啊 还是你觉得我能去哪儿啊 难道不是他搞的鬼 二少爷 你的脸怎么了 你没离开过 都真的是我告诉我了 喂 把部会已经接近尾声 科研小队马上就要离开 你怎么还没把人带过来 这话出了点问题 霍石鱼 没有被控制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次是我是我 下次我 科研小队明天一早就要出国做最后的条事 错过了今晚 你再想拿到芯片就只有做梦了 这一只事 霍石鱼 不能活着离开 知道了 爷 上车失灵了 怎么回事 上车线被人研断了 我还被埋伏了 埋伏 这祸都因你一击不成 又来这种 真是个梦 小车转弯 上小路 扫青鱼 如果你是神秘人派来的 现在该露主意真正目的了吧 你跟其他喜欢一样 扫青 伤打 扫青鱼 决定 只想什么 都像镇鱼 要活呢 怎么回事啊 博少爷 前面来了一帮人好想从我们来的 难道是霍石鱼得就冰他哪来的人 阿少爷 我们的人都被围了 再不走就真来不去了 好 上 好 行了 各项指标都已经进北恢复了 命算是保住了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把你叫回来 跟我开心什么 但是你说她是你刚娶的老婆 桑家的大小姐就桑姐去 是啊 怎么了 可我见过桑家的大小姐 她 并不是 董事长 你来了 看 有话说回来了 三小姐满十八周岁了吗 算不算 又会不会成年了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 保持妇女 重新成为以前那一年 一期更多 过家常见你 这算吗 哪人怪她会做饭 做一些 根本就不符合 民怨身份的事情 你到底是谁 冒充草 究竟接近我 究竟有什么物业 爷 蒋立哥行了 最好我有事要问他 哎 服务器是说的怎么样 如你所料 幕后人必须是二手 不过让他给跑了 不过我们找不到证据 还要继续吗 不急 等于姚姐们再说来 走吧 少爷 哎 少爷怎么样 没有不说 多谢少爷关心 我已经没事了 我调查其中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重要线色 什么呀 这是齐峰的人 跟霍氏墨子背后的神秘人 有直接联系 她是奔着桑前进 应该说是桑义去的 桑义 我调查到 嫁进霍家的桑小姐 并非桑家的前进桑前进 不过 她也是桑家人 这些年 被养在乡下 本名叫桑义 齐峰的目标是桑义 就代表着霍氏墨子背后的神秘人 要杀桑 不过 原因她没来得及调查 我就出意外了 这么说起来 桑小姐跟霍氏墨子不是有 那她接近爷的目的到多少 不清楚 以防万一 少爷 您还是别把桑义留在身 不过她也是桑家人 这些年被养在乡下 本名叫桑义 少爷 您还是别把桑义留在身 桑义 你拖的究竟是什么 为了这么大 就连他人的毛都没捆倒 废 你也不是完全没说话 桑琴竟不是中家 说的是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之前 骗我 说给霍氏墨下药 现在 又替她当兴 看来她对她 男生起来了 嗯 对对桑琴竟桑家放出来 放出来 桑琴竟你怎么连一个乡下的野丫头都搞不定 真是个疯 破团业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说帮我拿芯片吗 这么久了都没消息吗 你不敢 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大哥身边把桑给我 我画 那个车我表的三半五四的坏 我 不能 你和他去替换一下 到我大哥身边 给我做内营 桑琴也 我跟你只是合作关系 你凭什么命令我 说什么 没什么 你不是想要芯片吗 我帮你 现在还不能得罪和端业 毕竟霍氏与和他之间的斗争还没有落下帷幕 现在最好的就是两头下主主动全在我 你想怎么做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总之 你等我的好消息 滚吧 你心脏这么闲 我是怎么想的还用身体去的 真是福大名大 怎么 后悔给我打枪了 你受伤没有啊 医生说你的伤再偏一点点就救不回来了 担心脑心你自己吧 这就是 反正是我潜心啊 真的没有出伤吗 什么叫你抢我的 嗯 那个 你你在看我吗 没有啊怎么可能 你看错了吧 哎我账呢 是我看错了吗 我可以进来吗 我可以进来吗 他怎么来了 谁来了 是我姐 妹妹 听说你受伤了 我特意煮了一些梨汁药汤 带过来看看 药汤 对 我里边加了一些高凉酒 喝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酒味 但是啊 它滋润江火的效果特别的好 你尝尝看 哇 可以吃了吗 今天天气干燥容易上火 你也喝一碗吧 下药了 有意思 什么味道等等 怎么了 我说了是给我熬的 我还没喝够呢 干什么呢 味道一碗汤而已 还是这碗汤 有什么不一样吗 啊没什么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好热 好晕啊 明知道下来药你还喝这么猛 你不晕谁晕啊 我 小姨 你千方百地桃 到底想什么 我说过啊 我想要你身体健康 早日复迷 重新成为以前那个 异气风发 落下成全人 你为什么都有什么 因为你救过我呀 就在五年前那个雨夜 五年前 护士玉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长得真好看 眼睛好看 鼻子好看 嘴巴 早日 你是因为主要的菜 今天晚上 谢谢你 让你别后悔 我看你 幫我傳一下 母年前我就過來離開 是 那平常本來是女活十個準備 相應的 造什麼樣的 你故意的試試 一碗湯而已 还是这碗汤有什么不一样吧 我失去刚刚 是你看到了吗 他不需要统茫症了 他 他的眼睛恢复了 爷 托拉 桑青线的确给霍端燕 通风报你去吧 好 但是我不明白 您说您搬出迟到 我搬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让霍端燕 知道你眼睛复明的事 如果你别人是猪 你可不能让他有危机感 我懂了 您是要刺激二少爷 逼他再次出手 上次伏击的事情 已经让他乱来正脚 这次再给他点压力 他会走不住的 够 这次 你叫抓住那个麻将 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有点疼 是伤口又裂开了吗 抱歉 我昨天晚上已经很注意了 要不我去帮你叫医生吧 不是伤口疼 不是伤口疼的 还有别的地方受伤吗 没有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怎么负责 若非丧偶 结果理 可是你的妻子 本就不是我 听起来怪吓人的 万一哪天你发现 我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人 你不得杀死我 我说的 丧偶 只针对我自己 这可是你说的 我当真了 我结果实验 你说什么 霍石仪的眼睛恢复了 对 我亲眼看到的 我当时要对桑玉动手 他突然就站在我面前 而且他现在都不需要用导魔杖了 这不可能呀 明明已经换过眼睛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时间不早了 人呢 你是在找我吗 你就是KR高级的秘密 你在跟踪我 不说话没关系 我有办法让你开 我有办法让你开 消息都告诉你了 手下也给你派着 结果怎么 还让人被跑了 是我没用 你确实没用 被人跟了一路 还无知无觉 怎么 虾也会传染吗 我实欲的眼睛好了 你又瞎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要整个这么复杂 请你指示 你说 那个帮他挡枪的 是那个叫桑玉的小丫头 是 那就看看 是他的小恩人重要 还是芯片重要 是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到底什么样的人 能让霍端玉偷偷摸摸的来家 是他 什么 将领失踪了 爷 江林哥一定是被霍端玉发现了 去调一下 江林路径的所有监控 务必马上给我找到 是 等等 江林的情绪被人发现 霍端玉那边一定会有所行动 小心点 知道王爷 你是说 江林被你给救了 是啊 我本来只是想顺着他摸出KPR 集团长才人的身份的 没想到遇到他被打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那人现在在哪 当然在我这儿啊 你说他怎么这么倒霉 不是在挨打 就是在去挨打的路上 人你看着处置 不要暴露我们的信息就行 放心放心 我帮他扔酒店了 这个阿宝 找着我们酒店了 你不想吃 那人哪 你不想吃 那我这儿 我们还没吃 我的 你的 你那这下 你真的要陪我逛街啊 嗯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 但陪你逛街还是可以的 就当做 你上次帮我挡枪的谢礼了 那行你那么走 二少爷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出门啊 知道了按计划行事 是 達小姐 你惨事 我专门 恩 我女人 被戴了 我的天派 我专门 如果他记得 我今天好看嗎 騙人都看不見 好看 我能摸他的 好熱啊你可能吧 啊 你冷靜一點 別他一撩你你就這麼近 丟不丟人 呃 我們認識嗎 廢什麼話你不認識我 我們認識你 走啊 你怎麼來了 有將來消息了嗎 那哪裡 來的也正好 霍隊員這兩天應該被人的動靜 小心點 他有可能會從我的軟肋一下手 乃是彈的眼睛是很恢復的 所以 您和金小姐合體一層江濟救濟 啊是不是 江江濟救濟啊 剛四小姐 跟你跟面貌室戴走啊 這不是你一定要說 那你走啊 綁匪大哥 冒免問一下 你們這是要把我綁去哪啊 那你還知道冒昧 那你還問 你不懂 我這是在替你們省事呢 省事 這個姑娘怎麼神神叨叨的 看去 顏 你別擔心 綁架三小姐的車已經找到了 路線都在我們的掌握裡 三小姐不會有誰的 線索故意留下的 為了就是一五八千 那這不就更說明 桑小姐不是他們的目標 桑小姐 應該不會有誰吧 轉機開車 是 那個一 桑 你不是讓我去查五年前救過那個人嗎 哎您您猜怎麼著 那個人被我們找到了 您知道是誰嗎 桑一 您怎麼知道 他們要撒謊 他真的是來報案的 臭了 老大出事了 我不是問的是跟您說出來 但是早點告訴我 阿寶你到了嗎 啊 啊 根本不是賺錢的嗎 那你這樣總是真的很差嗎 你都知道了 你咋就知道 他不是三千金 现在只是怀疑 现在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既然怀疑他 那为什么还把他留在身边 他对我没有恶意 你可不是这种轻易相信别人的性子 不过也是 挡枪这么危险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 如果真的别有余心的话 那该有多深的陷阱 难不成他秘密会瞒着我啊 你都知道了还抱我 那你也你的我抱我的 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这关系可大了 我又不是桑琴琴 我根本算不上你的妻子 霍家只说要举桑家千金 又被指名道姓要说去桑琴琴 这也不是桑家的书情 怎么 只要你们桑家说 不让我说啊 走 又白跑一趟 哎 哎 眼花了 怕齿人 你放开我 我会去找少爷 你现在不能去 别这样的自明信念包 你露面 别皮尔导生的身份 很可能要从这 我有重要的事情来个事也觉得 那个叫阿宝的女后口真的老大 可能够服侍母子背后的神秘人 又密切灵性 一生桑小姐 不错 我们也是桑小姐的救命人 她是过来报恩的 你超过来的 你连行 少爷叫一个人 反正就你了 我接下来的 原来是我的幕后 不过 这位桑小姐 身份可不简单 黑桃A暗门组织 嗯 这是我创立的组织 里面啊 可谓是人才积极 哦 就刚才那个女孩阿宝 你别看她年纪小 她呀可不简单 原来 我那天要找的人 就是她 你刚刚 是不是看我了 呃 我这次肯定没有看错 你真的看我了 你的眼睛是不是好了 是暂时性的 我服用特下药还没经过零从测试 可能还会后遗症 后遗症 严重吗 也许 真的可能会下一辈子 你替我打了枪 你的恩情已经还清了 现在走 还来得及 瞎说什么呢 我才不走 你已经不欠我了 恩情是还清了 可 那其他什么情还没还清呢 什么情 就 就那个什么情啊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 我跟你说我不走 我绝对不走 你就想赶我走 我 不赶你走 只要你不嫌弃 我会再变成瞎子 我胡说什么呢 再说了 就算你变成瞎子 我也不是没自虎 我可恶心啊 这批王妃怎么处 怎么来的 怎么给霍端燕还回去 是 霍端燕设计这次绑架 我估计 是冲出你手里芯片来的 对 不过你放心 我的本事你也见识过了 以后由我照着 好 我上次跟你说霍端燕计 眼睛恢复的事情 你到底何查都没有呀 没呢 你问这些干什么呀 没有 我才不信这种鬼话 要不是霍端燕那边不好 再下手 我也不会找 我就是担心啊 霍端燕本来就是因为眼睛失明 所以他才丧失了霍家继承权的位置 那如果他的眼睛恢复了 霍老爷子不会把继承权再给他吧 你不会真以为 老爷子喜欢他霍食欲吧 难道不是吗 老爷子可 你问这些干什么 我 我还不是怕你吃亏呀 放心 他霍食欲 分不了身 他 端燕 端燕 还真有 有了这个 我就可以拿捏那个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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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桑勤勤被绑架了 哪个桑勤勤 真的那个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我们派去绑架假桑勤勤的那个人把 真桑勤勤绑架回来 啊 啊 二少爷 都是大少爷让他们这么做的 是谁 大少爷先是制服了我们的人 救出了假桑勤勤 然后 对他们说 怎么来的怎么给二少爷你还过来 三十与他怎么敢 他一个瞎子的一个病也见到 二少爷那真桑勤勤 去看看 是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对 他人救我 终于来了 他不是嫁给霍世玉了吗 走兵和小叔子抱在一起 这不是桑勤家签计丧琴吗 他不是嫁给霍世玉了吗 走兵和小叔子抱在一起 走兵和小叔子抱在一起 哎 你不是哪家公司的 他是桑勤性不对啊 霍家的新品发布会我也去了 当时跟霍世玉在一起的 根本就不是他 可你要什么过去 您能具体说一下是怎么情况吗 请问教育霍世玉的是谁 在一场新鲜预谋的虚价吗 霍尔少爷 听说您和桑勤姐感情很好 现婚的是师傅您也有参与呢 我看 哎哎 这回霍世玉子肯定要被欺负半死 只是咱们这么做 就相当于把战场拿到明面上 这万一幕后的神秘人 一人躲着一辈子不出来怎么办 他走不了了 为什么 这几次调查的线索 不一例外地中断在霍家 我以为我用药不来了 原来说思路错了 那个人一直就在过家 啊 可霍家除了霍世母子 还能有谁 假装死走走趟 可霍世母子大是有趣 那个人想不见识你不起 想知是改编这处了 不知道有个视频 你要去给媒体 再听一把 是 今日一则不雅视频在网络上曝光 视频主人公正式经承获是二少爷和桑家千金 在酒店私会偷情 据悉 视频女主人公和嫁入霍家的桑家千金不是一人 一次偷梁换住 为了保全和霍二少的私情 找了人替假 目前媒体记者正在做进一步的核实 都看到了 是你干的 看来 看来 替嫁的事情 是藏不住 那我 你什么呀 我不是真的丧行性 我还能留在这吗 身份是假的 婚约是真的呀 你已经嫁给我了 我才来照顾 可是现在外面床子沸沸扬扬的 老爷子 肯定也不会再承认这种老师 我的婚事 我说了算 真的啊 骗你 我就想一辈子 嗯 又来说话 我书业的翻了吗 他就不怕我 你能玩个怎么样啊 他就是再废物 那也是霍家的大少爷 有你也在背后的朋友 你势必不能动他分毫啊 他怎么敢呢 他不就是仗着你不能动他 他才这么肆无忌惮的欺负你吗 你也是 经常那么多的女人 你偏偏跟森琪丁那个女人瞅瞅 你什么你呀 天空知名的事情 你不告诉我 现在好了 让人家抓住把顶啊 妈 少说两句吧 我已经够烦的了 算了 事到如今 最重要的呢 是赶紧跟桑婷婷那个剑染撇清关系啊 替假这事 就全都我不知道 把脏水全部都泼到桑婷婷身上 看能不能转移注意力啊 知道了 晴晴啊 你救救好多眼光了 让他把我和你爸朋友丢出去 这里 把眼睛都带不下去了 妈 你能够把这事开生了 看来他什么想 这事 上网上很多的评价的事 确实是罪 我跟人家宣众在一起 不过那时候 还没有跟注定期 视频也是公开 不愿意 你的能不能够 好招待你 我和千瞧倒是有意思 这个情啊 这个怎么办 我和你也现在跟他们家 别招待却 你自己平家的客人也抱住你了 妈 货家的特殊数还没给我的 你哭什么苦啊 现在你又有什么办法 我 妈 你别忘了 那小姐的外婆还在我里面上 况且我手里可握着一个天大的 不怕那个人帮你 关于替嫁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一家人都是被逼的 五年前 我父亲从乡下把桑衣接回来 本想着一家人可以和和睦睦的一起过日子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桑衣一直对我父亲丧气再娶的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对我 对我们家里人都怀恨在心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了我们药厂的事情 她拿药厂的这件事情威胁我们 让她嫁给货家 如果她嫁不进去的话就去举报我们 所以我 所以我们才 是 我们有错 但是我们知道了之后已经补交手续了 但是桑衣根本就不给我们改正的机会 直接把我们举到了腰间局 现在桑家没落 我父亲也都进了监狱 我们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抓着我们不放啊 网报 这是桑秦倩自己请来的水军吧 桑秦开直播了 把脏人都回身上 我都看到了 需要帮我吗 哎呀不用啊 你说你的祸事都快被抢走了 现在连对不破断燕都有失业 再说了我的本事都是得尽 我 现在还不是跟他坦白身份的时候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做情自负 啊 那个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说你能力不行 啊 我没用解释都明白 我当然相信你的能力 毕竟 我以后还需要你跑 当然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这段时间要将你跟着小夫人 务必确保他的安全 哦还有 呃 小夫人如果有用到人的地方的话 哦 懂得懂得 悄悄给他送 保证像雷粉一样 做好事不留名 哎 好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 接下来该兑现你的程度 你做得很好 我只是没有想到 我拿那个视频威胁 你没有动目反而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手里既然有视频 不应该早就知道原因了吗 我需要你救我的内应 事成后 你口键随即开 霍家未来女主人的位置 势在必 少爷 少 三小姐 老爷在前天等二位 爷爷 已经是被替下的事情了 是要把我赶出去了吗 放心 有我在 别担心 你就是商家替下来的丫头 什么名字啊 爷爷 我叫桑义 因为乡下来的冒牌货 还真把自己当货家少奶 你有什么资格叫爷爷啊 桑义是吧 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食欲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你指的是 我来的货家少夫人这个身份 应该做的吧 我人虽然老了 但耳朵还没有龙 这次换你搞的肺肺痒痒 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爷爷这是我的事情 寄不让您费心 我再不费心 我们的货家 就会被一个女人绞翻了天 爷爷 我说了 就去把人家的桑晴晴還回來 爸 桑晴晴呢已經名聲狼藉 再怎麼說 此時也是桑家有錯在先 就算是我們毀約 也是站立的 您看桑晴晴的直播 大家都看到了 他是無辜的 我們貨家因此悔恨 豈不是給人家機會 說我們落井下石 可是爸我別再勸了 我已經做好了決定 桑家丫頭 假如你知錯就改 把桑晴晴灌回來 讓一切回到正軌 我 可以不再追究你的責任 我不同意 可是 由不得你做主 我的婚事 我說了算 這是要為了一個女人 和整個桑家做對嗎 我的承諾 除非丧我絕不理 要不你還是 你想好再幫我外腿 你幫我外腿就讓我去寢 我不問他 給 十月 請我回來 我今天來 是端彥告訴我 你眼睛已經覆明 我打算 把貨事重新交回到你的手上 十月 你太讓我失望了 如果自由選擇妻子的人選的話 也讓你失望 那這個禍室 毒藥也罷 你是為了一個女人 放棄 貨家和集團嗎 為何你會這麼急 我選擇女人 跟集團 跟貨家有什麼關係啊 當然有 桑晴晴 是我千挑萬選出來的 她從小接受名冤教育 嫁到貨家 會是一個不可奪得的賢慰柱 我家的少夫人 不能是一個草根出身的野丫頭 您就憑出身 來斷進一個人品行和能力 不是憑出身 無量人的品行 而是事實證明 禁書者赤 禁墨者黑 你看看你現在 漫點繼承人的樣子嘛 您想要繼承人的樣子 這隨著能選無情工作及希望 不能帶有一丁點的心感情 貨家的百年基業 你肩上的擔子有多重 不是一開始就清楚嗎 從前 你一直做得很好 怎麼現在突然反駁 怎麼沒有一些太過分的情 讓我失去的態度 才這麼厚服 是不是還在調查你父親死亡的事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啊 想知道 我告訴你 讓你變換回來 在你們舉行婚禮的那天 所有你想知道的 快點 輕點啊這個都是好東西 哎我的古董花瓶 你把他摔去你這輩子都賠不起 你怎麼反了你了 誰給你膽子敢這麼對我 我可是貨家大少奶奶 叫了 吵吵吵吵吵吵 你們這樣嚇人怎麼跟主子摔臉色啊 不是就這樣 待不下去可以走 哎呀少爺 我只是替您感到憋屈啊 我沒別的意思的 大不了我待會兒自己收拾吧 你看看你自己 跟個狗一樣就或許 欲安心蠻厚的 還聽他倒進去 結果呢 還不是一樣可以翻起 髒死 我跟你說話呢 聽不到了 你想讓我說什麼 恭喜你終於如願以償 成功拿下姐 你氣我 這真是個噁心 你別忘了 之前你就是替我嫁的 是啊 你不想嫁就讓我替一下 改變主意了 又把髒手撥給我 相信去 誰能有你不要力 你敢罵我 看你是主人當酒了 你忘了自己是誰了 你沒什麼 你沒什麼 我時遇 我才是你要吃的女人啊 我沒說你不是啊 那你為什麼當著我的面 關系別的女人嗎 我聽老姐說 順從小就受冥冤教育 說什麼請了你 就能安穩我的後緣 什麼我在外面有多少女人 做什麼事 你都不會管 結果還沒過門呢 就開始約束我了 那我娶你 跟娶別人有什麼區別了 我 你要走 既然都放回來了 我還賴在這裏小手邊 十月 既然姐都這麼說了 那你就隨他吧 你不問問 為什麼答應 就算我問 你就能不娶他嗎 那如果我說 我不許你走呢 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習慣了他照顧 把他留下來 當地的用人 聽到了嗎 要讓你留下來 當我用人 我憑什麼 就憑那個老東西還在我的手上 你要不想讓他死 就乖乖聽話 看到了嗎 這男人就是這麼的善變 上一秒還對你關懷備至 下一個這麼翻臉的日子 今天就當我給你好好上一課 自己好好回味 必須儘快這碗班 我的飯 飯還原好啊 做頓飯這麼久 磨磨唧唧的 那消停話 吵死了 這麼長時間就做了這幾道菜啊 這是人吃的嗎 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自己弄 你怎麼跟我說話呢 請弄吃飯 可是這幾道菜也太含酥了你啊 等等 庸人不可以上桌 你啊 等等 庸人不可以上桌 庸人不可以上桌 他都沒什麼 今天下午火魚月的婚紗店 剛好又是婚紗 還有婚禮上許多東西需要買的 香葉你給我去 給我聽話 聽到了沒啊 你大學不是學帥氣的嗎 給我貼上一次 舅姐 把這件拿下來讓我試一試 不是這件婚紗對腰身尺寸的要求極高 可能不太適合 那波爐推薦 啊你這賤人你故意羞辱我嗎 你早就發現那個婚紗不是我的尺寸 還直給我看 你就等著我穿不上了大家笑話我呢 原來你這麼沒自信 你說什麼 既然你這麼怕我把神域搶走 為什麼會直接把我給你走 誰說我怕了 你這個賤人我打死你 嫂子 你不怕他報復你啊 誰啊 桑藝唄 他哪有本事報復我呀 他前一段時間給我吃了毒藥 我這胸口疼了一個星期 吃了解藥才好的 你說他給你吃的毒藥 小郭 你小時候看多了吧 小郭 哎呀我騙你幹嘛呀 這一定是你的心理作用 桑藝這個人我認識很多年了 你別看他表面看著很老實 但是他心眼可多了呢 怪不得你會被他騙 桑藝你敢騙我 哎哎 桑藝你敢動手 你我等著 沒事你沒事吧 沒事 阿寶 麻煩你過來一下 不見敢打你 桑藝依依就是這麼看著你被欺負的 他也太出個東西了 不怪的 都這樣了 老大你還替他說話 我看你都快變成院文小說裡的女主了 我沒事 而且 算了 不正式 這些 是桑藝名下的音樂 臉像桑藝導牌 還能維持運轉的已經不多了 這幾個 是桑藝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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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桑藝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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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我下次見到你的時候 你不會像女文小說女主那樣 不是為挖了順就是為臭乾的血 你真是我的 桑小姐夫人請您去一趟前廳 你好大的膽子 你竟然敢動手打火箭的大小姐 不僅如此 他還騙我說給我吃了毒藥 害得我半個月都吃不好睡不好 媽你看我都瘦了 大爺 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郭三姐也說了 他不有算瘦 光是你跟打鬆子 媽他們好胖 貨家的下人真是越來越無法無天了 看來必須你好好的整治整治一番 來人 加法 我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 指錯了嗎 認錯就能免挨打嗎 我只能說 那給你點點點面子 那我沒什麼可說 還有 你女兒真的改進肺 媽 我看你啊 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啊 啊啊 怎麼樣啊啊 啊啊啊 福哥爪 我也是可以放放水的 你當我三歲小孩 那個 十月你怎麼來了 小寶 我不來好人草菁人命啊 沒你說的那麼嚴重 就是 你是為了下人不聽話 我幫你好好的教訓教訓 你 你先用國好年隊玩女嗎 下次 手再是這麼吵 我不借幫你修理修理 你為什麼 他問什麼東西啊 我教訓下人怎麼了 他憑什麼那麼跟您說話 媽 別喊了 你哥呢 我叫過來我就說跟他說 我不願了 你要找另外一步 我幫你找 其實我哎別呀哎呀 我好不容易在這兒了 要是放棄了 這一遍不是白了嗎 哎呀你放心 我告訴你接下來再去吧 到了該我站起來是寵而交的情景 我保證 不會再被虐了 我保證不會再被虐了 真的 嗯真的 人了人了先洗先洗 我看看你的傷我 你別碰我 別亂動你會不會有傷 不是 你是心疼了嗎 是 那你知道 我知道你要取張情景的時候 你現在疼一百倍 對不起 不是 你們現在到底做什麼 你幫我走吧 我添加一個人 你幹什麼 我師傅 我師傅 你為什麼就不肯多看我一樣 這老爺子到底怎麼回事 一開始不是說好了 要服侍你做貨家繼承人嗎 怎麼現在 又讓我實力重新取消婷婷婷了 媽 我會想外界說的那樣 過時欲經自明了 老爺子要把護士重新交給他 那 老爺他究竟什麼意思啊這是 你也是 你沒事可以問問老爺子 說你他們好嗎 媽 老爺子定的主意 這話可就不對了啊 如果老爺子真這麼想 那我們就與死亡破 別忘了 我們手裡還有 媽也說得對 我知道該怎麼做 你怎麼來了 我記得大哥的房間是在南邊 大嫂 你這不愧是走進步機 討厭 你明知道我是來找你的 我個騷 就這麼多嗎 我大哥還沒死 就開始召集著勾引小叔子了 那你喜歡這種情形嗎 我覺得老爺子最近的態度 讓人有點鐘頭不透 怎麼 你有什麼消息 我眼光前看不出太深的 但是啊 我知道一個消息 你肯定想知道 我最近發現啊 過十月跟KKR集團的高級秘書江林 有密切的來往 我覺得 他很有可能用信念跟他們合作 你確定 確不確定的 自己查查不就知道了嗎 既然你早都知道了 為什麼才告訴我 哪有啊 我也是剛知道的 我每次也有新消息 哪個不是第一時間告訴你的 你到現在還懷疑我對你 哎呀 最近這件事太多了嗎 咱們想你呢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話 或是你這一次 我也 非 你 啊 雷雷過來 桑儀 是不是你故意放過川咬我的 哎呀妹妹 那你可誤不了我 格雷只是聞不得騷味 所以才顧一下 我媽 放心 但是格雷能喝得我的飯 我怎麼可能讓他不像呢 我會讓他 直接咬死 戒 那你打死你 你沒事吧 可能說你句話又說錯了 少爺 你裝什麼呢 我根本就沒碰到過你好不好 夠了 從現在開始 他不再是沒用 雖然不再讓我看得到今天這個 沈玉 啊 我一定不會讓你好過 坐著幹嘛呢 他又趕快做飯去 你忘了 直御說過 我不是你的幼兒 忘了 自己弄去 張琴姐 你看 只要是我肯 就能輕而易舉地 得到獲釋一點心 這不就是你 最害怕的事情 你可真是個賤 你說我的朋友是知道你 自甘墮落的當小三 他會不會當場被氣死 哪有你見啊 三根大爺爬上小樹子的床 哦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 昨天晚上 如果你想書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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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Henri 已经打听好了 明天就是霍世玉和KR签约的日子 到时候 他霍世玉会带着芯片一同见我 我和KR已经约定好了 KKR要芯片 我要他霍世玉的命 急什么 新婚之夜 桑青青一杯毒酒 就会胜他上西天 那个时候 别说芯片 整个霍家 都是你的 我这不是怕 他霍世玉和芯片一起 与时俱进 你把芯片 已经许诺给KR了 还怕 他带着芯片与时俱进 别说了 好了 你有这份心就不错 但是我的情况 也不下 你只需要听从命令 是 是 死老頭子 還等我是以前那個養人鼻息的男孩呢 等霍氏玉死了 下一個死的就是你 少爺 霍東燕進到了PK二了 我按照您吩咐的 給他說他PK二拿上的作用 他什麼反應 他果然提出來和KK二連手奪取芯片 而且承諾市場之後 不僅把芯片免費送給KK二 而且還讓霍氏集團 未來五年 承擔芯片的更新 和拓展業務 可謂是 犧牲巨大 他想除掉我的慾望 你現實上不看錯了 沙迪八百自遂於心 真不知道老爺子看出他什麼 竟然讓他 當霍氏的技巧人 是我賭罪了 喂 老爺子只不過想要一個聽話的幕 看了個操作吧 您好像一點都不意外 老爺子 就是霍氏一母子背後的生命人 其實 你現在有機可行 我們每次調查的線索都中斷在複雜 霍家 說那對母子 就承受我爺子 可是他為什麼要殺你呢 他以前不是最喜歡你 我也不知道 小的親口告訴我 還有 我當年父親死亡的真相 桑毅小姐那邊 你怎麼不告訴他 誰說我沒告訴他了 啊 桑毅你這是賤 憑什麼什麼對我 他到底哪裡不如你 桑毅必須要從霍家裡看 是霍氏魚這麼覆責他 哎呀煩死啊 桑毅那個賤人 別人不說我胖 我哪裏胖啊 對呀 我敢不走桑毅 有人可以 小姑啊 是你啊 小姑怎麼了 看起來算什麼了 我一想到桑毅那個賤人說我胖 我就渾身難受 我哪裏胖啊 我倒是有一個凡子能讓你吃 就是有點微笑 桑小姑知道我什麼人說 啊 桑桑 我的好桑桑 只要我們趕走桑毅 你讓我做什麼冒險 但是 真的有點微笑 哎呀我不怕你就快說了 那我就告訴他 你讓我做什麼 我殺他 明天你大哥或是一直在那裡 到時我們就找出一群人 衝進去狠狠的教訓去 那要是等我大哥回來 他再跟我大哥告狀怎麼知道啊 你大哥 明天他是回來 怎麼叫他回不來 總之你就按照我副的字 就算到時候出事可責 我給你 怎麼了 你是不是下手太重一些 你找的這些都是廢物 算是都是廢物 你不是桑爺 對啊 不是 是你爹 哎 都是他讓我這麼做呢 你胡說什麼呢 不是你說想復仇 讓我給你出主意的嗎 我就是想把你趕走而已 我沒想那麼做 想我走 很簡單呀 我也不想待在這 只是我外婆現在沒找到 我也沒地方可去 什麼你外婆啊 哎 別別別我走我走 啊 啊啊啊放開啊 我現在 我現在就把你外婆的消息發 發給你 放開我 早說嘛 我省了時間 你也省愛一頓的 我會雙贏不是 是 我把地址發到你手機上了 原來你一直在移動位置 怪不得我找他 我希望你沒有騙我 否則 我不建議大一個年齊 怎麼完全不一樣 之前你是裝的 不管你是不是裝的 今天晚上 你不活食慾 必須一起坐一邊一邊一邊 少爺 剛南院那邊來消息 說三位小姐 保護我正在操心間打了 走了 是大風格 少爺 需要我叫人把他留下來嗎 不用 他為了這一天計劃了許久 留下他 只會讓他前面的努力 都潛光盡其 啊 所以這幾天 你和桑藝小姐一直在演戲 算是吧 我需要你配合我 也移出戲 我需要你配合我 也移出戲 怎麼做 去找桑晴晴 跟他說 讓他把身份放回來 哎呀 我知道委屈你了 不過你相信我 你只需要忍他兩天 兩天之後 我一定會回來的 我不委屈 委屈的是你 我有什麼好委屈的 同樣都是桑家千金 桑千錢 養贈處於二十多年 就把你跟人家在鄉下 這幾年是怎麼過來的 你說我 你不也一樣嗎 這些年 那對母子一直這樣對你 你也不好過吧 都是我在欺負他們 知道知道了 就是 這這小片子 說好兩天 這都多少天了 桑晴晴那女人心思普特 要是給的假地址 另有謀算 那桑藝小姐 是不是很危險 她能應付得來 況且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十分危險 聯繫她 只會讓她分析 是 您和桑藝小姐 到底什麼時候 開始演戲了 本來還說 讓你去找桑晴晴 說換回來的條件 結果老爺子先提出來了 不過剛才 你為什麼不答應她啊 我在等她放足夠多的幼兒 讓她以為我抵不住誘惑 上鉤的 知道 這招在兵法裡叫做 將計就計對不對 不過這事是老爺子提出來的 你想換身份 來換取女外婆的情報 這招在兵法裡叫做 恐怕行不通吧 沒事啊 那咱們就換個契落 不搞雙向奔赴了 咱們來個虐戀情深怎麼樣 就是那種 你虐我千百遍 但是我始終是你的白眼光 無人可替 但是最後呢 你還是無法 許怒我一個妻子的身份 我心虧意冷決意離開 到時候 我再用力開 跟桑晴晴換條件 從哪學了 七八糟的呀 讓你提前感受一下 吵架的感覺 不好嗎 不好 我想跟你吵架 都說了是演戲了 那我希望 我們所有不開心的 做得像老師演員 剩下的 都是開心的 好 我不願了 你要找你外婆 我幫你找 其實我哎別呀哎呦 我好不容易在這了 要是放棄了 這一遍不是白了嗎 哎呀你放心 我告訴你接下來就去吧 到了該我站起是蠢而交的情景 我保證 不會再被虐了 我保證不會再被虐了 真的 嗯真的 來人忙了 進行進行 我看看臉沙子不 你別碰我 一二位 不去演戲真是可惜了 我到人家 我會去 我來 我去找我 把我先找我 拿我來 江秘书 你看 人够 就这些了 你要是觉得不够 我现在打电话 不用了 刚好够 我觉得也够 霍少 您觉得这些人 拿下你够不够 江秘书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也不完全是 霍师爷 先约芯片这么大的合作的事 就一个人 我一个人够了呀 啥在这儿说大话呢 愣着干什么呀 把他给我围起来 说话听不到吗 动手 上 江秘书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 我要他霍师爷的命 你要芯片吗 这是干什么呀 芯片本来就是我的 还要吗 霍师爷 跟你有什么关 你这是我跟KKR的事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还有ually 你可能还在这儿胡说八道 那我真的不在哪里 你已经在这儿胡说八道 似乎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先前搜集到的 霍端燕母子背後謀殺的證據 已經交給警察了 現在霍家 估計正亂了 不然正好 等到不獨不出面的時候 本來真的坐不住他 啊對了他那邊怎麼樣 還沒有消息 不過我會密切關注 必要是幫他一把 是 走吧回南院說好了 弟子是咋 小姐真在騙 現在才發現晚了 桑琴琴讓你們來的 沒錯 弟兄們 這小妞竟然不怕我們 那就陪哥哥玩玩啊 沒錯 是桑小姐花錢讓我們來的 他出你們多少錢 呦您下去台詞該不會是出三倍吧 跟錢比起來 我們哥幾個更喜歡你人呢 你想多了 我哥幾個都等不及了 兄弟們上啊 上吧 我都說了是你想多了 我問你多少錢 是想跟就行 要決定留你們幾條狗 說 桑琴琴給了你多少錢 一一百萬 我突然覺得 你們不配那一百萬 女孩饒命 女孩饒命 你是想 或不然是跟他們一樣 都當個殘忍 還是按我受的錯 女孩 我我愛你受的錯 什麼 桑毅沒去我給的地址 那他去哪了 桑小姐 這這不是我們該操心的事吧 我可是給了你一百萬 如今桑毅還活著 這怎麼不關你的事 桑小姐 您這話說的就不對了 這人沒按著計劃來 我們想幫你也無能為力呀 桑小姐 是呀 我已經找了幾隻醫院了 我再給你個地址 你現在就去找找看 務必讓那個小賤人死 喲桑小姐 您看 我這幫兄弟跟我跑來跑去的 您 給你加錢 桑小姐 大器 這個小賤人 害我又花了錢 看我怎麼弄死 你看 這就是桑小姐給我的心理 你要找人 對 我找楊萍女士 楊萍 她剛剛辦理了出院手續 離開了 什麼 是誰把她帶走的 一個高高瘦瘦的男人 具體的你去問住院部吧 那裡有她詳細的出院記錄 好 難道又是桑小姐的人 桑小姐 如果我外婆出事 我絕對不會放 阿寶 阿寶 南城青山醫院 以及華州路周邊所有路段 下午3點25分之前的監控 全部發給我 按我說的做 沒有 虛查車辦號是金A A4312的車輛行車記錄 查到發我手機上 哎 哎 那是姚琦 睡了 事實在把幕僚 廉伯 thoughtful 陈因為這裏 還至於男人 找女人 找女人 找男人 哎对我说这个哦 我知道了 你跟KKR总裁是好朋友 他派江林过来找你 是因为有事情要谈对吗 算是吧 哦 我刚准备跟你说 邵夫人的外婆 已经被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霍总前段时间交代过 如果有老太太的消息 无必把人找到 啊那个霍总 我一会儿把老太太地址发给你 没事我先走了 妈妈妈 幸福了 辛苦了 那里外婆找到了 接下来咱就走吧 那里外婆找到了 接下来咱就走吧 我得先去见外婆一面 给她做个全身体解 等她病情稳定下来 再把她接回去 你那还有吗 还有什么 你把老婆还给我啊 嗯嗯 这个事情得等 那我的事情是解决了 你的还没有呢 老爺子把桑星星安排在你身边 可能是想借他的手对你做些什么 这个戏我们还得继续演技术 至可万一不能 怎么了 桑星星和霍能燕率先从上一进去 你这也太危险了吧 你用你自己作用啊 让霍能燕对你出手 我也要过 不是你怎么能跟我学呢 我是有能力应付的 再说了你是无负极之力的 万一可以给R出人翻玩 不过我输给你心服口服 KKR集团的掌权人 他说什么 对不起事前面我跟你说 其实KKR集团掌权权人 就是 所以你之前市民七彩都是装出来的 也不全是至少市民 是被害的 那次你差点就查到我的身上 就设计一场车祸 万一是想让你智能而退 想到 无大无状之下 害得你双目失明 我就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还这么做 你不是已经都猜到了吗 我家继承人 只能无情无心 那我市民之前 不很符合你这个条件吗 我自始至终 都是为了祸家 你父亲在你母亲去世以后 便无心集团业务 我以为他只要再娶 重新组建家庭 就可以好起来 结果 他竟然脱离了集团 搞起了学术 幸好 你早早展现出在商业上的才华 我以为只要好好培养你 我家 就不会在我手里没落 可是周颖 一心想报复你父亲 娶了他 不顾他死活 于是 涉及了你父亲的意外死亡 所以 我父亲的死 你一直都知道的 是 周颖恨他 我也恨他 他才是最自私的人 明明知道身上担负着祸家的责任 却不管不顾 跑去钻研什么学术 全失去了价值的人 活着有什么用 你凭什么断定一条生命有无价值 啊 抛去了祸家 而去从文 就是没有尽到他的责 不配在活着 够了 你还要为自己的私心 找光面逃荒的理由吗 说到底 你不还是放不下祸家 放不下这种掌握生死的权利 你想要的 是个和额的继承人吗 你想要的只是一个 可以任敌百步 一辈子只做你牵线我的机器人 没错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奖 你看看 他还是对你自己所思维没有亲切的认识 那么 你想把被子 在监狱里动吗 你被逮捕了 带走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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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都过去了 啊 都过去了 对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到我尽尽不复呗 现在做的日子 大概还有半个月 就他的继人 到时候我带你去找我吧 半个月 那不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吗 就是五年前那个雨夜啊救了我 那天是我父亲的忌日 我小我做了帅事 结果扫文不出来就看见你 照你这么说 是我幸运了 现在看来 是我幸运 为什么 因为我五年前救了你 才到今天 获史玉 我会一直保护你 永远永远 永远 有肉 你保护我 我可不